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夜浅读 父母相继离开,老家彻底没有值得牵挂的人 当时办完母亲葬礼后,大哥和大姐把我们都叫到屋里 大概意思就是说,母亲去世的第一年和第二年,我们不准备办 到了三年之后再半周年,所以这两年,我们都不用从外面赶回来 到了忌日那天,让大姐代替就行 到坟前给父母烧点纸钱,意思一下便好 毕竟我们离家都太远,想要回来一趟也是不容易 大哥这样说,也是在考虑现实问题 本来在村里老人去世后,第一年和第二年也不办事 只是家里孩子过来上个坟就行 到了第三年,才会大办一场周年 这一场结束后,以后就算是归于平淡了 大哥做了决定,不让我们回来,也是考虑得全面 只是啊,我一直在做梦,一直想念老家 于是还是在母亲忌日之前回到了家 只是我打开门的这一瞬间,就发现了不对劲 父亲走得早,听大哥说父亲走的时候 我才一岁多 那个时候家里穷,孩子多 母亲按理来说是可以改嫁的 但是母亲却偏偏没有走 而是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个 就守在家里过日子 那个时候奶奶是住在大伯家 不过离我们家不算是很远 奶奶心疼我们一家人 偶尔会过来帮忙照看一下孩子 或者帮忙做个饭什么的 大娘对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还算是不错 家里有什么剩余的布料 也就拿过来让母亲给我们缝补衣服啥的 总之就是东一家西一家的 相互帮衬,熬着日子过 大姐和大哥懂事得早 干活也很麻利 以前都是在村外的那个窑场搬砖 夏天的时候只需要进那个窑场 浑身都是汗 更别说是干活了 大姐心疼大哥 就让他休息一会 他去干活 但大哥也毫不示弱 总是抢着搬砖 抢着干活 这样的日子也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后来大哥就跟着大伯出去打工 让大姐留在家里照顾我们这些 年龄很小的弟弟妹妹 那个时候 母亲的压力才算是小了那么一点点 一旦到了冬天 家里算是无奈得很 床就那么大 被子就那么多 而且早就破烂不堪 大姐搂着我们兄弟姐妹 坐在床上也是瑟瑟发抖 母亲心疼 去抱回来在秋天捡的树叶或是树枝 放在床前点着火 那算是暖和一点 以前我们家过年 到了年底的时候 母亲都天天不在家 不是去上谁家做帮工 就是去姥姥家借粮食 不过一般都是借不到 能借到也是很少很少 舅舅曾不止一次地劝母亲改嫁 还放狠话说母亲不改嫁 不准母亲回娘家 但母亲心疼我们 她不是没想过改嫁 但那人说改嫁可以 只能带女孩过去 这母亲自然是不同意的 要么都全带走 要么一个不带 只带女孩子算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道理 不过后来也懂了 这是跟上的思想问题 也能够理解 人家也是不想当个冤大头 也算是情理之中吧 只是母亲脾气倦 她说这辈子不靠男人 也能够活下去 就这样 她带着我们兄弟姐妹 五个人生活 就连娘家也很少去了 然而实在是没有办法 母亲和大姐就厚着脸 去跟姥姥借粮食 可是姥姥也是没有办法 她是跟着舅舅生活的 舅舅家所有事情 都是舅妈做主 她也是爱莫能助 往往母亲就会转身 去找姥借点粮食吃 等来年有了收成再还回去 直到这一年 大哥从外面回来 给我们带回来很多东西 这一年 我们才算是没有跟人借东西 这日子才算是 有了一点点盼头 后来大姐二姐 都跟着大哥出去了 我和二哥在家里 跟着母亲生活 家里出去打工的人多了 这日子也就有了盼头 甚至母亲还开始计划 让我去上学 上学这件事 在很多人家里 都是不敢想的 很多邻居都觉得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都应该出去打工赚钱 上学有什么用呢 或者就是说 能够会写自己的名字 这就算可以了 但母亲却不是这么认为 她总觉得 家里应该有个人认字 万一以后有用呢 最后 母亲咬咬牙 还是把我送到了学校去 日子就这样慢慢地过 也算是有了盼头 大哥二哥都结婚了 分了家 他们分别是在村东头 和村南头住 我和母亲依然是在 老宅子这里生活 我出去打工 母亲在家种地 一年到头 也就过年的时候 大家才会回家 那个时候 院子里很热闹 人很多 我们都有了孩子 乌泱泱的十几个孩子 每次过年做饭的时候 院子里要摆上三桌 大嫂二嫂 他们在厨房里忙得不行 母亲也想去做饭 但现在已经轮不到母亲了 他年纪大不说 主要是现在孩子们都回家了 又怎么能够让他去做饭呢 只管等着吃就好了 以前给父亲上坟 就是我们兄弟三个 如今不一样了 单单大哥家就有两个儿子 二哥家是三个儿子 这人数一上来 感觉真是热闹啊 这种心情说不上来 是激动 是兴奋 还是幸福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但看到身后跟着好几个孩子 我和大哥走在前面 去给父亲上坟 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 走在路上 跟村里人打招呼 介绍着身后的孩子们 那种心情 真的是无法言说 就好像是终于像个家了 终于不再那么的人单力薄了 人人都说母亲是好福气 有了那么多孩子 过年的时候 每个孩子拿一点东西 母亲都吃不完 这是玩笑话 也是变相祝福的话 只是母亲没有那么好的福气 她走得很急 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反应的机会 我们接到电话的时候 母亲就已经没了呼吸 葬礼是在老宅子这举办的 也就是我的家 大哥跟着主事的人 把流程走了一遍又一遍 直到深夜 大哥才算是歇下来 他显然是累了 坐下去的一瞬间 就感觉到腰酸背痛 大哥不好意思地说 自己是因为年龄大了 所以才这样的 我也忽然间发现 大哥都已经是 有了不少白头发 大姐也是如此 以前总是觉得 大哥和大姐都是身强体壮 生龙活虎的样子 有他们在 这个家所有的事情 都不算是事 只是没想到啊 他们一直走在我们面前 他们的年龄 也是在我们前面的 能不老吗 葬礼结束得很快 宴席在下午两点多 就散场了 我去给做菜的时候结账 二哥和二姐 他们在院子里收拾垃圾 大哥一直在送钱来参加 葬礼的亲朋好友 他是最忙的 一直在忙忙碌碌 接人 送人 一直还陪笑着说 照顾不周 别见怪啊 大哥就在家门口 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客人 一直跟人家说 照顾不周 您多担待 或者就是说 我们兄弟姐妹 五个以后就靠你们了 我知道 大哥这样说 其实是自然而然的 考虑到以后的事情 也自觉地把重担 往自己身上扛了 没有了母亲 他就是家里的老大 家里的人情往来 那都是大哥在维持了 这个家 是大哥在撑着 头期过了 事情也基本上是走完了 我们要返程 继续工作 继续生活 临走的时候 大哥说 他和大姐已经商量好了 母亲去世一周年 和二周年的时候 大家都不用回来了 到时候 大姐会拿上纸钱 代替我们几个人 去给母亲上坟 到了年底的时候 大家从外地回来 再一起给父母上坟 一周年 二周年不办事 到了三周年的时候 再给母亲大办一场 我们其他几个人 没有说话 全都听大哥和大姐的安排了 其实大哥这样安排 是最好的 就像二哥家 他家三个孩子 压力很大 他在四川工作 离家一千二百多公里 这来回的路费 都够他工作好几天 才能够赚到的了 这个时候 不是说孝心与否的问题 而是现实问题 母亲以前生病的还是 二哥和我也是 从外地赶回来 在病床前 守了好多天 说从外地回来 那也是立刻的事情 只是说 有的时候 没必要做的事情 就省了 我们听了大哥的意见 也就开始返程 返程前 我把钥匙给留邻居一把 给了大姐一把 虽然母亲不在了 虽然我也不在家 但不管是谁回到家 想要到我这个院子里看看 都可以去邻居家找钥匙 可以随时回来 尤其是大姐 她现在在农村老家生活 时间有的是 她来的也是最频繁 不知不觉 一年就这么过去了 最近我一直做梦 梦见老家 梦见故乡 梦见母亲 也有时候 我会半夜醒过来 那种忽然间的惆怅 让我坐立不安 实在是不知道 该怎么缓解 我跟媳妇说了 最近的心情之后 媳妇就劝我要不回家一趟吧 回家看看 也不能说家里的事情 全都让大姐去做 我果断地开车回了家 到了村口 我看着这熟悉的庄稼地 熟悉的村口 感慨万千 也只是一年没见 这熟悉而陌生的感觉 竟然是如此强烈 刚到家门口 我就看到那本来是锁着的门 竟然是打开的 我在想 这难道是大姐刚过来 停好车之后 我就推开门 高兴地喊了一声大姐 结果映入眼帘的一幕 让我震惊了 这不只是大姐啊 大哥回来了 二哥的大儿子和小儿子 也回来了 二姐抱着他孙子 也到了家 这怎么都回来了 合着就我自己没回来 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愣在原地 此刻院子里的草 已经藏出来 门上的锁全都被打开 院子里是大姐 直起来的一个小方桌 她和二姐正在叠元宝 和各种上坟需要用到的东西 我走了过去 顺势找个板凳坐了下来 不是说都不回来的吗 咋就我自己没回来 瞎说 你二哥不是也没回来 二哥是没回来 他让两个儿子回来了 这不也相当于回来了 大姐说 你大哥说 最近老是梦见咱娘 就说是不是咱娘想她了 于是就自己回来了 谁知道 你二哥也安排两个小孩回来了 我又喊了你二姐 想着你忙 就没喊你 你压力多大呀 我们几个在家就行 反正就是上个坟 不是大事 她一边说 一边做着手里的元宝 我知道大姐和大哥在心疼我 在照顾我 担心我来回奔波请假什么的 只是啊 不光是他们 我最近也是老做梦 也是梦见母亲 如果这一次我要是不回来 这能睡好吗 我也想母亲了 几个人就这样去了坟地 其实过年的时候 我和大哥他们就来过一趟坟地里 那个时候 麦苗还没长起来 轻轻地 随便踩 因为那个时候 不管怎么踩 过了年之后 都会再长出来的 但是现在不行了 麦苗很高很高 踩下去都担心长不出来 这不是可惜了庄稼吗 我们小心地走到坟前 看到这坟前的柳条已经发芽 也就知道万物复苏 春天是来了 大哥说 要除一下这柳条 不能让坟头长草 要不然就是个荒坟了 我尝试弄了几下 还真不好弄 这个时候大姐就说 弄不了就不弄了 这样留着也好 在这样的庄稼地里 一眼就能够看到母亲的坟地 也好找地方了 这坟前 上一次烧的灰烬已经没有了 上次浇的酒和带来的水果 也早就没有了 这一瞬间的感觉 有点急 感觉母亲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 感觉前段时间就刚来看过母亲 这怎么就到了周年了呢 也或许是因为在梦里思念久了 也就没有觉得相见隔了太多时间吧 老家不是没有值得挂念的人 只是换个方式罢了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我回国后直奔姐姐家 她刚出来开门 我就怒了 你几个月了还穿围裙 下厨房呢 就你这把鸡蛋放微波炉的种 我等着她和我斗嘴 结果她眼眶一红嘴一扁 掉下几粒金豆豆 扑我怀里 我一愣 反抱住她 咋了 跟你姑奶奶说说 她也没骂我 没大没小 把我带屋里第一句话就是 徐来 我要离婚 这话放她刚结婚的时候 我肯定乐呵 但现在我心疼得不行 她把你怎么了 别离了 直接丧偶 如果说这时候 我说的话还带有安慰成分 听完我姐的控诉 我是真的想杀人 我姐一年前嫁给这个穷小子 大小姐吗 好骗得很 带几顿早饭说两句好听的 就把人勾跑了 说什么都要跟她结婚 婚后前几个月还算风平浪静 只是她工作越来越忙 经常夜不归宿 我姐稍微抱怨几句 她就指责她不懂事 你不上班在家享福 能不能体谅体谅我 我姐就从那时候开始忙起家务 在家连扫帚拖把放在哪都不知道的人 嫁了人却要为柴米油盐浇头烂额 查出有孕那天 她在外地出差 我姐给她打电话 她一开始不耐烦 质问怎么上班时间打扰她 听完消息以后也高兴得不像话 说马上就回来 一个小时以后她回到家 我姐问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她随口答本来就在路上了 然后埋在她身上傻笑 我要当爸爸了 都说一孕傻三年 我姐难得聪明一回 将着身体推她起来 在路上还有地方洗澡 洗发露味道冲得她流眼泪 她冲她吼 你就不能相信我一回 她信她好多回 在无数个独眠的夜晚 那天晚上吵完她跑出去了 临走前她指着我姐鼻子喊 你现在带着个肚子跑啊 你能跑去哪 还当是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呢 你再看不起我 也得给我生孩子 没过多久 她妈从乡下来了 美其名曰照顾我姐 结果张口闭口都是嫌我姐娇气 我怀孕那会还地里插秧呢 还拿对石灰水的土方子给我姐喝 我当初就是喝这方子 铁定生出个大胖小子 喝得我姐上土下泻 她小声插了句 我喜欢女孩子 她妈眼珠子一瞪乱喷口水 骂她 没出息的东西 这一年里 我爸妈也来看过几回 这两人装得一派和气 我姐心疼他们岁数大了 坐飞机折腾 就劝他们少来 当初为了河南南的结婚 我姐闹过一通 不好意思和爸妈说 每次都想再忍忍吧 我呢 刚好在国外留学 远水救不了近火 她也不想影响我读书 现在男的在上班 她妈泡脚按摩享受去了 我对这家人的评价 是依托答辩 门铃响了 我姐眼睛红红的 从我怀里抬起头 大概是她妈回来了 我露出堪比连环杀人犯的微笑 来得正好 死老太婆 怎么这么久才开门 又躺 她一抬头看到我 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 你谁呀 我就在婚礼上路过面 她估计忘了我 房主的妹妹 我协计在门上 无视她手上的大包小包 没错 房子是我姐的 她估计也忘了这事 还以为这是她儿子的呢 你胡说八道 我可没你这种女儿 当然不是你女儿 都不是一物种的 别给自己脸上贴金 我轻描淡写地对着她 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我姐乐出了声 老东西往里面一看 又开始骂 于去你就坐着 看我笑话是吧 仗着肚子里二两肉 横行霸道 我怎么这么倒霉 摊上你这么个儿媳妇 我接过她手上的东西 放在家里地上 她得意了 以为我要服软 我啪啪两耳瓜子 清脆又响亮 世界安静了 我关上门 家里太热了 把老太太脑子都给烫没了 在外面待着凉快凉快 听着门外不堪入耳的骂声 我翻了翻地上的袋子 丝巾手感不错 她还挺舍得买 我姐挺着肚子过来 会不会太过分了 我刚想回她 叫你喝石灰水不过分 她就担忧地朝门外望了一眼 老太婆发起 疯我们打不过怎么办 不愧是我们家的种 我给了她一个自信的眼神 没事 你妹当年也是街头一霸 我和我姐不一样 从小就满地撒欢跑 她在家跳舞 我跟人打架 我摸摸她四个月的肚子 你要生下来吗 四个月已经不适合打胎了 她点点头 生 你要想清楚 孩子生下来没爸爸 再找个呗 大不了我一个人养 我笑了 挺好 说明我姐对那垃圾死心了 我不结婚 跟你一块养 晾得差不多了 我开门 那老太婆骂累了 靠墙上喘气 进来 她进来 盯着我俩如临大敌似的 网椅子上一坐 我朝她勾勾手 别闲着呀 给我削个苹果 她面容瞬间扭曲 你们家就是这么教女儿的 两个没教养的东西 等我儿子回来收拾你们 我笑一淡了 就这玩意儿 还好意思谈家庭教育 母子连心 你儿子回来了 刚好一块打 不削苹果 我就削你 想想清楚 我从包里掏出一把刀 晃悠晃悠 我出门都带刀 有安全感 她用看恐怖分子的眼神 看了我一眼 就去厨房屈辱地削苹果了 她儿子什么时候回来 我问我姐 不一定 可能在外面过夜 外面过夜 不知道的 以为她房产无数呢 我冷笑 那就逼她今晚回来 逼她回来 我姐眨眨眼 把她妈捆起来 不回来就 她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 我抽抽嘴角 文明社会 你怎么这么暴力 我们又不是黑社会 到时候 她拿着视频 告我们就完蛋了 我把她手机拿过来 拨那男的电话 很好 挂了 没接 没事 点开微信发语音 自证腔圆 你妈死了 来嘿 我解腻了我一眼 文明社会 我怂怂肩 无辜得很 骂人又不进局子 我素质其差 她打我呀 老太婆削好苹果回来 正好听到 气得手直 哆嗦 小心点 别翻了 翻了 就得再削了 我温柔地提醒她 她抖抖锁锁 喷一声 搁在我面前 我做事 把苹果放嘴里 又放回去了 对老太婆 您先请 她松弛的面皮 抖了两下 我给你削的 我削得更甜了 我姐姐从小就教导我 尊敬长辈是传统美德 还是您先请吧 语气肉麻地向小学生 国旗下演讲 她敢怒不敢言 不用了 后面的话她没说出来 我把苹果对她嘴里了 呜呜 她拼命挣扎 但我力气大 把她假牙都按下来了 最后一整只苹果 都浸了她的肚子 让我猜猜你 吃进去些什么 桃米水 洗洁精 干水 我每说一样 她脸色就难看一分 她去吐了 我没拦她 不然弄得家里脏 刚好 她手机响了 她儿子估计看到消息了 我接了 对面声音挺焦急 喂 妈 你怎么样 我比她更焦急 还带着哭腔 你妈 你妈 呜呜呜 于去 出什么事了 狗东西 连是不是我姐姐的声音 都听不出来 挂了 自己着急吧 最好来的路上被撞死 可惜祸害一千年 她火急火燎赶到家门口的时候 就看见她的老母亲 坐在地上 身边堆着行李 老太婆看到儿子就像看到了救星 控诉我和我姐的七十二大罪状 并且每一句话后面都要加个我不活了 来加强语气 我和我姐隔着门还没说话呢 对面邻居老大爷先不干了 拿扫把插她 哎 大晚上的让不让人睡觉啊 你不活了 隔壁就是窗户 你倒是跳啊 老太婆尖着嗓子跳起来就要闹 被她儿子按住了 她儿子点头哈腰 给人赔罪 住在这里的非富极贵 哪像她 吃软饭都扶不上墙 我和我姐从猫眼往外看 老大爷朝我们自信挑眉 她女儿经常不在家 我姐做了点心 会给她送一份 一来二去就熟悉了 两个人被老大爷劈头盖脸骂了一顿 十分气焰压下去三分 那男的压低嗓门朝门里喊 声音里隐含怒意 愚趣 到底是怎么回事 快让我们进去 我姐稳定住情绪 我的房子从今天开始不进外人 外人 她的声音高了点 老大爷重重一咳 又变回小声 我们怎么可能是外人 你怎么了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今天的你太让我失望了 自动过滤掉后半截的铺 回答前半句 我要离婚 离婚对象还没说话 她妈先跳脚了 离婚 你都怀孕了 你能去哪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拼头了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眼看骂得越来越难听 她儿子捂住了她的嘴 当然也不是出于维护我姐 一怕老大爷 二怕家丑外养 我不同意 毫不意外 你对我哪里不满意 我可以改 你知道我有多爱你 不行了 我回族人听不得诸叫声 她对你活着不满意 要不你去死一死 你是谁 你前妻她妹 她急了 是你挑拨我们夫妻关系 年纪轻轻 怎么这么坏 姐姐姐夫家庭和睦 对你有什么坏处 我还没说话 我姐急了 你别给我狗眼看人低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她似乎确认了 是我在挑拨的缘故 语气温柔起来 我知道 以前我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但夫妻相处 本来就需要磨合 毕竟你已经不是 那个交养的大小街了 一番诸教听得我 倾金直跳 你没爸妈 养不代表 我姐没爸妈养 我姐不需要 跟你这种垃圾磨合 她在遇反驳 已经没有机会 她刚来我就叫了保安 这会儿人来了 把她拖走了 她扒在墙上试图解释 里面的是我妻子 在跟我闹脾气 保安上上下下打量她 是吗 为什么我没看见过你 因为她在外房产无数倍 她被问得有点尴尬 我平时工作比较忙 保安半信半疑 所以你是护主 她更尴尬了 我妻子是 保安穿具便脸 你不是护主 在这儿撒什么泼呢 吃软饭还没点水平 她疏于锻炼 几乎被保安扛着走 还有你 这是你儿子吧 一把年纪了 别跟着犯混 我不动手了 你自己跟上 还有那堆行李也带上 保安扬了 扬头示意她妈 她妈眼看着儿子被带走 自己在这儿也讨不了好 妈妈咧咧跟着走了 临走前往门上 呸了一下 两个小贱人给我等着 谁也别想 把我大孙子带走 我还想再对回去 我姐拉住我 别理她 现在屋里只有咱俩 不抓紧时间嗨疲 我翻个白眼 你嗨疲我不嗨疲 你现在洗澡睡觉 明天我再问你的罪 我何罪之友 被欺负还不吭声 重罪 第二天 两个人正经危坐 你有她出轨的证据没 有 还不算太笨 没大没小 果然被她一巴掌 打脑门上 这熟悉的感觉 证据是聊天记录 她原来一直很小心 手机都随身带着 怀孕以后 她就真以为 我姐离不开她了 松懈了许多 趁她洗澡 她试了几次密码 她的生日 不对 她的生日 她本来就没抱什么希望 不对 灵机一动 她妈的生日 对了 她为什么知道她妈的生日 因为跟她妈一起跳舞的人 炫耀她儿媳妇五点起床 给她做满汉全席 所以她也不能输 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叨叨 别人家的儿媳妇 怎么怎么孝顺 不知道她的生日 有没有人计的 我姐就给她买了个 十几万的玉镯子 送的时候 当然没说价格 她妈一开始还挺满意 带去跳舞 那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回来就骂我姐败家 买这种滑而不实的东西 糊弄她 我姐那时候还不会下厨 煮碗面都能糊 为了给她出去炫耀的资本 又是剁排骨 又是炸带鱼 她有没有弄得满手伤 她委屈 跟那男的说 结果她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 她是你妈 你天天在家 连一个老人都伺候不好 说到这她想调节一下气氛 抬着下巴朝我笑 以后你生日想吃啥 我都给你做 我把眼泪憋回去 我谢谢你 还是歇着吧 我才舍不得 她看了她的微信 眼前一黑 她有一个分类教工 把勾搭的对象想象成妃子 给未分 封号 她自己当然是皇帝 她是谁 她在工作分类里 她尽可能把宫里的聊天记录都拍下来 在其中注意到一个脸答应 脸这个字不常见 但她美容院的纪师名字里有这个字 她就多看了几眼 越看越不对劲 这就是那个纪师 顺着这个思路 她还找到一个林贵妃 是我家公司的一个高管 后来她拍下来一点点看 她发现宫里的人 或多或少都和她有点关系 她吐了 物理意义上的 她以为是被恶心的 过几周又吐了 才发现是怀孕了 我掐了掐自己的手心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别干出违法犯计的事 有这些离婚肯定够用了 但你要就这样离婚 还是让她净身出户 她不假思索 净身出户 不是我她能找到这么好的工作 正好拿她工资抵债 但我昨天问了律师 出轨只能让你分到更多的财产 但远远达不到净身出户 我顿了顿 要净身出户 只能靠自愿 她不可能自愿 她不甘心 我听见自己压到冰点的声音 那就让她自愿 公司目前的大股东 还是我爸 其次是我 他们以为我家没男丁 娶了我姐公司 就手到擒来 可惜我家不是封建余孽 我把她开除了 我叫人传话给她 叫她去副董事长办公室一趟 她不知道副董事长是我 还以为要提拔她 乐呵呵就来了 我本来想直接甩她脸子的 现在改主意了 最近你工作表现不错 她一听洗行余色 还要洋装云淡风轻 还得多谢领导扶持 我又抛下去一个耳 你们部门经理一个月后要调任 她自以为隐秘地观察我的神色 发现我没有再开口的意思 就小心翼翼地说 我觉得我能胜任这份职务 但是我原来有更好的位置留给你 我比风一转 她努力掩盖脸上的懊悔 我听从领导指挥 像在驴嘴前面掉了个胡萝卜 看她急得要死又吃不到 怪有趣的 总之我今天叫你来 是宣布一个事情 我故意停顿了一会儿 你被开除了 她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 不好意思 我没有听错 给你十分钟离开 她面皮抽动 您是不是弄错了 至少该给我一个理由吧 你到现在也没给我姐姐一个理由啊 但我心地善良地告诉她 因为你左脚先进门 我们公司不喜欢左脚先进门的人 我又抢在她开口前 结下了她的话 我没有再开玩笑 不喜欢的人做什么都是错的 她似乎忍痛抽出底牌 其实我是 你是我姐姐的前夫 让她死个明白吧 她猪脑过载 站在公司门外才恍然 我站在落地窗前往下看 她只有一个芝麻点那么大 她觉得自己可以干出一番事业 以为不透露身份是能力的表现 然而她不知道那些顺风顺水 都是我姐安排的 每次工作失误以后 都是她派人收拾烂摊子 即使我姐将她一家人赶出门外 她还是没有陷入危机的自觉 自信到愚蠢 没关系 故事才刚刚开始 你能自信多久呢 我用指甲戳了戳那个芝麻点 像要把它撵在地上 赶走皇帝以后就轮到贵妃了 我找来那个高管 他叫陈琳 我告诉他那男的已经打包走人了 他心理素质可比那男的好太多了 不露声色 但没用 我不是在忽悠他 我把聊天记录发给他 要么替我办事 要么一起走人 他毫不犹豫选择了前者 之所以接受那男的 也只是以为他是未来老总 皇帝可是封他为唯一的贵妃 说明颇为喜爱 如果在他落魄的时候 还愿意伸出援手 不离不弃 会不会成为他的白月光呢 试试呗 他当即就给他发了条信息 刚刚来看你 怎么不在公司 对方正在输入中 持续了半分钟 说来话长 他也过了半分钟以后 才不紧不慢地输入 不管怎么样 我一直在你身边 他约他晚上见面 他答应了 你见过他妈吗 他点点头 见过一面 怎么样 刻薄难搞 我给他发布了两个任务 一是搞定这对垃圾 二是向我汇报他们的情况 那男的当夜住在他家 提出要把他母亲 接过来一起住 他拒绝了 他说他的母亲 有时也会来 难道你就要看着我们 找不到地方住 那男的满脸受伤 难道我们的感情 都是假的吗 是啊 陈林恨都恨死他了 但是他受我命令 提出另外一个建议 我这儿住不了 风险太大了 要是我妈来 你也不想暴露吧 但是我朋友的房子 可以借给你们住 他和他妈就住进了我 精心准备的老破晓 四面漏风 要啥啥没有 到处都是针孔摄像头 我和我姐 可以一起欣赏 他们的表演了 他刚要发火 陈林眼圈鲜红了 我知道这里配不上你 但是我也是拖了人才拿到的 今天太晚了 你和阿姨先将就将就好不好 确实天色已晚 他们心不甘情不愿地住下了 陈林也没走 打地铺 安前马后 老太婆说 哪里木板不平 搁着她的腰 陈林就拿棉花毯细致的垫上 她晚上睡不着说牙疼 陈林就不睡了陪着她 拿毛巾敷在脸上 十分钟换一次 我点了点头 别的不说 服务意识还是到位的 第二天 那男的要去找房子租 发现常用卡冻结了 我干的 她把工资卡上交 自以为顾家 其实拿着我姐的卡花天酒地 一边说服自己 是夫妻共同财产 一边心底还不服气 找小三小四小五隔应我姐 又不敢让她知道 窝囊至极 现在她就剩手机里那点余额 和一张没多少钱的卡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工作 还要养她的老母亲 她的朋友们一听到 她要借钱就打哈哈 她的亲戚们都在等着她 飞黄腾达鸡犬升天 她要怎么办呢 她想瞒着她妈 但她妈也不是傻子 一听她们还要住在老破小里 就知道大概情况了 老太婆被我解惯的 生活水平高了几个档次 做头发 做指甲 买镯子 现在一朝回到解放前 心气自然不顺 去跳个舞 打脸充胖子 请客吃饭 一下子上千块没了 晚上找她儿子要钱 她儿子白天出去找人找工作 处处不顺 正是心烦意乱的时候 一听几个星期的生活费 几天就没了 语气就中了点 这下好了 老太婆又闹不活了 我看着摄像里的画面 心生一记 爱情的背叛略显单薄 母子离心 也许能加一把火 母子子孝的背后 是儿子吃软饭 带来炫耀的资本 以及母亲 没有托儿子后腿 如果这两样前提 都没了呢 先沉不住气的是老太婆 病得太久 她那群舞伴 要来探望她 开玩笑 这么多人 这么小间屋子 站都站不下 让他们看见 她还要不要脸了 她就暗示她儿子 总闹下去 也不是个事 别跟他们逞一时之气 等拿下房子 生了孩子 休了又怎么样 她儿子不同意 我是个男人 吵个架就活不成了 妈你能不能 替我考虑考虑 她不敢多嘴 表面上好好好答应着 没过几天 她在路上 偶遇了个老太太 她不认识 但对方似乎 跟她很熟人 一看见她就来打招呼 阿芳 最近怎么没来跳舞啊 她僵硬地笑 是你啊 最近家里有点事 你家在哪里啊 她说了我姐小区的名字 巧了 我也住那儿 正好一起回去呗 我早就吩咐过保安 见到那母子 两人就打出去 她前几天 已经以身是法过了 我要去超市 一起去啊 我买的东西多 时间长 没事 闲着也是闲着 她脸都笑僵了 也甩不掉这人 最后连滚带爬逃走了 去去来来 你是不知道啊 她当时那脸色 哈哈哈哈 老太太回来 就和我们会声会色的 描述了那个场景 她是我姐那栋楼的楼长 我姐没怀孕的时候 会帮她搬搬东西 对了 她和对门的老大爷 在谈恋爱 我姐牵的红线 总之这一遭下来 老太婆是彻底憋不住了 儿子给的生活费 越来越少 陈琳有时候 还来旁敲侧击 她戴了墨镜围巾 就在门口蹲着 就等我和我姐出来 自以为挺隐蔽 其实保安早给我打电话了 如她所愿 我出门了 她上来就要拽我头发 我拎起她的围巾一脚 她就说不出话了 等她翻白眼 我才松开手 贴心地等她喘过气 开始扮演一个 被恶儿媳赶出家门的 可怜老人 含泪控诉我和我姐 看不起她乡下来的 因为夫妻吵架 就把她赶出家门 我怀疑她年轻时 有个演员梦 声泪俱下 情感真切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不少人拍起了视频 老太婆更起劲了 简直要跪在地上 求我收留他们母子 众目睽睽之下 我面无表情地推了她一把 她倒在灌木丛里 为了装得更像 硬是啃了一嘴土 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朝我得意地笑 有人扶起她 向我指着点点 我一句也没解释 我就是看不起她 保安护送 我回小区 那群人被隔离在门外 现在越得意 以后跌得越痛 现实不是小说 我不可能让她一辈子都找不到工作 她将来也许会做一份普通的文职工作 一个月几千的工资 但就连那样的生活 我也不想让她过 老太婆赶时髦 跳舞那帮人 满足不了她的虚荣心 她早就注册了抖音快手等平台号 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 由于住在高级住宅区 衣食穿戴不像普通人 她很快积累了不少的粉丝 老人跪求儿媳事件一出 很快就有人认出了她 这不是爱生活的张奶奶吗 经由陈林的提点 她认为这是个炒作逼我就范的良机 她在账号上认领了身份 并拍摄了现在的居住环境 与以往形成鲜明对比 引来大批流量 此外 他们一家亲戚很多 都等着他们 非生分一块蛋糕 纷纷作证之缘响应 舞蹈团的姐妹痴人嘴短 也站出来印证了老人最近身体抱恙 可能与此事有关 事件发酵 热度层层升级 我却迟迟不回应 摊上这样的儿媳妇也是可怜 刚生完男孩的宝妈 瑟瑟发抖 认识这对姐妹 十几岁就混酒吧 妹妹还主动加过我微信 我怕得病 没答应 夫妻吵架 就闹成这个样子 女人到年纪了 要以家庭为重心 可怜了张奶奶一把年纪 建议众筹 有钱人就可以为所欲为 是谁逼大小街 嫁给穷小子了吗 有本事别拿你爸妈钱啊 没你爸妈什么都不是 末期少年穷 大小姐真的是大小街吗 有一说一阵妹妹长得还不错 躺下赚钱 岂不是手到擒来 别是个二手货 被老实人揭盘 也有人质疑张奶奶为什么不找保安 不找警察 她儿子为什么不站出来说话 表示不轻信一面之词 但被以上的声音淹没了 张奶奶感受到了舆论的力量 翻看评论手滑 他误赞了几条 顺手删了中立的评论 为自己的点子洋洋得意 他还没告诉自己的儿子 一来儿子肯定不赞同他的做法 他现在有点怕他儿子生气 二来他也想等事办成了 证明自己将还是老的辣 他以为我在舆论的压力下 很快就会屈服 大摇大摆进小区 结果又被丢了出来 并且收获警告 别以为你老就不打你 拦住一对母子 就能拿到半年工资 保安大哥敬业得很 没别的 咱就是靠前 他气急了 陈灵替他顺了顺气 他现在俨然是张奶奶的军师 他建议 既然这样就在家把火 让他出门就被人砸鸡蛋 你知道现在有个行业叫水军 就这样 他拿自己的生活费买了水军 他坚信 这些钱都是前期投入 拿下公司以后要什么没有 接了水军的东风 此事一度登上热搜 我出门被人认出来 他辱骂且企图推散我 被我雇的保镖挡下来 这时候我知道该开始了 在沉默多日后 老人跪求儿媳的另一主人公 抛出了数张发票 上面写了众多奢侈品的购物记录 包括那只十几万的玉镯子 LV包 爱马仕丝巾等 皆能在爱生活的张奶奶的视频中找到对应 此事一出 舆论风评有了动摇 肯给婆婆花这么多钱 不像是简单的发大小姐脾气 买几个包就了不起了 买给自己妈不是天经地义 要是有人给我买这些 别说推我骂我了 只要不打残 随便来 对方表示 这些东西自己只用过一两次 实际上最后都在儿媳妇那里 自己只是对方购物的借口 自然又得到了一波人的支持 我并不意外她这么不要脸 我嫌她用过的东西脏 都和行李一起丢出去了 无所谓 我给出了房产证明 房子是我姐的 我没收他们租都算客气 我也想要大小姐免费给我大豪私住 楼上 不高兴了就会在夜里把你踢出去 对面的回应是宣传一波自己的儿子 多么多么不容易 从贫困县走出来 刚毕业怎么承担得起市中心的房价 这次很多人不吃这一套了 有人喜欢看卖惨 高高在上地悲悯他人 以为自己是正义使者 有人目强 吹捧强者 做着喜从天降的梦 关注爱生活的张奶奶的大多是后者 现在看到墙变弱了 产生落差 就对他没兴趣了 等他树立好儿子的形象 甚至为他圈了一波女友粉的时候 我拿出出轨证据 聊天记录和分类 没打马 也没具体说是谁 被认出来算他们倒霉 都是我姐身边的人 都知道他丈夫不算冤枉 除了陈琳的我没放出来 他有别的结局 他的小镇做提加励志人设 瞬间崩塌 女友粉纷纷脱粉回踩 别说当妈的 不知道自己儿子劈腿劈成八爪鱼 爱生活的张奶奶满口谎话 那么前面他的富于顽抗 更显得可疑 不敢相信自己被当枪使了 现在老年人这么坏 楼上不是老人变坏了 是坏人变老了 穷山恶水出刁民成不起我 什么样的妈交出来 什么样的儿子 小姑娘碰到这对极品 真倒大霉 不是我思想封建 门当户对 在什么时代都有道理 网友的爱恨 改变的就是这么快 老年人一下子跟不上 翻评论以后 被气得胸口一闷 陈琳在旁边略微提醒他一下 糟了 之前投水军的钱 不会拿不回来了吧 这下可怎么跟他交代呀 他眼睛一翻 晕过去了 他儿子刚找到工作 虽然收入低微 但他坚信只是解燃眉至极 回来报喜 就看见陈琳在掐他妈人中 他叫救护车跑了一趟医院 就是气急功心需要静养 把剩下的积蓄彻底花光了 他妈刚醒 他就叫他 先把生活费交给他工日常开销 他哪交得出来 眼睛一翻 打算装晕 没想到他儿子把他咬醒了 陈琳又在一旁贴心地解释了 他的好妈妈做了什么 不忘在最后加上一句 别怪他 他也是为了你好 他气得骂他妈不中用的老东西 他妈从来没被好代儿这么骂过 忽略心口的不舒服 硬是骂得他狗血淋头 还扯上了已逝的丈夫 两个人都像发了疯的狗狂吠 拼命要撕扯掉对方一块肉 这时候电话响了 告诉他刚找的工作丢了 网上已经扒出来 他是张奶奶的儿子 公司不会为了一个小职员 忤逆群众 通知他的是个小姑娘 直接冷声冷气告诉他 我们公司不收品行不端的人 他脑子一猛 差点也要气急工心晕过去了 他没钱了 连饭也吃不起 都是陈琳在接济他 他去工地干体力活 那里大家都盯着脚下 没人看到他 不管有多饿 第一口泡面永远留给陈琳 今天我只能给你一口泡面 以后我什么都分给你 穷得厚点的被子都买不起 也要给陈琳买枝花 看见花就想到你喜欢 什么也没想 就想看你高兴 我问陈琳她有一瞬间的感动吗 她说没有 她的泡面她买花的钱 都是她给的 她比我姐清醒 我姐当年就是这么被骗的 如果到这里就结束了 互联网没有记忆 过个几年她洗心革面 说不定还能混上职员 爱人背叛 母子离心都不能给她根本上的打击 她最爱的永远是自己 我要她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多亏她自己给我这个机会 她是真的爱陈琳吗 她自以为是爱 但勾搭工地小妹 把人带去老破小的也是她 把她妈仅剩的刀V给出去的也是她 其他的奢侈品都已经被卖了 因为时间仓促 压价很厉害 而且他们给不出正版证明 只能当访的很真的假货卖 这支LV是她妈最喜欢的 被她拍拍胸脯就给了出去 她在底层人身上 找到了昔日翻身浓奴 把歌唱的感觉 在她眼里找到了崇拜 我看着摄像头里的人影交叠 只觉得辣眼睛 我找到了工地小妹 戳穿了她的真面目 并且要她配合我演一场戏 她很缺钱 她的弟弟要结婚 我给的钱足够让她一家都过上好日子 所以她答应了 没有任何预警 我把她告上了法庭 以强奸的罪名 我提供了视频 视频里是工地小妹拼命挣扎 男人却不管不顾的样子 她怎么会顾及发泄工具人的感受呢 她还以为她在和她玩花样 她才离不开她 她是这样天真的以为 对方律师提出偷拍不算证据 我一脸无辜地回答 在自己加装摄像头也有错吗 那间老婆小 可是我亲自给她们准备的买骨之地 证据确凿 她进了监狱 她妈为了她四处奔波 求爷爷告奶奶 跪地磕头 可她之前的谎话与虚荣 已经毁了她的信誉 跳舞的伙伴避而不见 反而指指点点 亲戚旨在有利可图时往来 流的是和她们一样的血 她又气又急 病倒了 没钱医院不收她 亲戚被迫把她捡走 一不顺心就打骂她 警方通报案情后 一片哗然 出轨渣男升级成强奸犯 而之前人人喊打的 我和我姐反而没那么坏 虽然把她们赶出了家门 还给了她们房子住 我姐成了善良单纯的大小姐 保安 老大爷和奶奶的生缘 也终于被人找出来 成为了坚实的作证 无数人喊话要入赘 本人难大 一百八十五 六块腹肌 会做饭会带孩子 不出轨 不犯法 不妈宝 考虑一下 姐姐性别不要卡太死 而另一边 她犯的是强奸罪 又没人脱关系照顾 犯人都看不起她 在橘子里 就是个出气筒 就伤蝶心伤 身上没一块好肉 她一开始还咬牙硬挺 后来挺不住了 低声下气地求人庇佑 她那点本事 在监狱里不够看 除了长相 还算清俊 从某天起 她发现没人打她了 她一喜 就去拜会 自己新任的大哥 大哥什么没说 摸了摸她的脸 自那以后 撑着的那口气散了 她一下子 萎靡下去 这时候 陈琳去探监 告诉她 她要结婚了 她以为她可以成为公司老总 才跟着她 没想到她这么没用 她看不起她 她讲的那些话 她一个字都不信 她没讲一句 她的脸就白一分 她失态的大吼 要见她妈 她说她妈对她失望 不要她了 带着剩下的钱 跑回乡下了 她信了 可惜毕竟年轻 没一下子死过去 只不过状态离死不远了 至于她出狱以后 发现 她妈为了她受的那些罪 会不会羞愧地不敢见她 都是后话了 陈琳嘛 能力不错 我姐说 要让公司利益最大化 我就打发她 去非洲待几年 有功在义 我不知道她出狱以后的故事 一个有案底的人 能找到什么工作 她妈等到她出狱了吗 我和我姐都不知道 她和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们回家了 回到真正的 有爸妈的家 从她们知道这件事后 就不断给我打电话 问我情况 还让我转告我姐 她们等她回家 我让她们自己和姐说 她们一开始还别扭 一听到我姐的声音 就泣不成声 她们要飞过来 要出手压制网上不好的评论 我阻止了她们 相信我们吧 我们已经长大了 她们说 可以帮我解代孩子 但她拒绝了 她不声不响 就去打掉了 我一开始还生气 以为她是意气用事 这个月份流产 对身体不好 你知道吗 姐姐知道 养身体最多是一年半载 可养孩子是一辈子 她摸摸我的头 给我顺毛 对不起 以前家里的事都让你扛 往后你不会是一个人了 我没出息地哭了 我好像第一次 当小公主的妹妹 而她已经不是 那个象牙塔里的人了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 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